大家好,今天宗教部长Edis Ahmad又来口出狂言 他说因为回教徒没有喝酒,所以啤酒节不可以主办 不应该主办 那么相同的逻辑,回教徒也没有吃烧肉 是不是所有的烧肉当都必须全部殉告倒闭 同样的,他没有做的事情,是不是表示我们就不能做 同样的,回教徒也没有打麻将,是不是华人也不可以打麻将 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 各民族、宗教之间必须要相亲相爱、互相尊重 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民的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不民族、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 那么我对国政和国盟政府的单元种族主义的极端作风 深表悲痛,也深表担忧 而且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华民政,都没有人有办法阻止 回教党在这个政府内部继续的新风作浪 让马来西亚不止倒退十年,会倒退三十年 政府要做的工作不是去干涉人民的自由 就好像我们今天晚上主办这个机会 除了,当然主要是为布宣行动党支部 来举行装修落成开幕大典 更重要的,我们也继续在这边 集体的权力声援霹雳州社经团秘书张迪祥 张迪祥没有犯下任何严重的罪行 他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强奸 没有放下其他严重的罪行 只不过是哪一张纸卡宣布告诉政府 失败政府,一个快闪活动 快闪活动基本上并不违法 因为宪法第十条就保障了 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同样的,我们的宪法第八条也非常清楚说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如果我是说 政府真的要提供张迪祥 那么对于犯下同样类似的 触犯这个类似条例的 所有的高官、险要、部长等等 都应该一视同仁 也应该在相同的条例下 被提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出现的现象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种情况非常不公平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 人民要再来一届大选 伸张公义 为不公不义的事情伸冤 同时用选票讨回公道 行动当代表律师将会向总检察署 澄清 要求总检察署重新检讨 同时撤销对张迪祥的通装 也不要浪费打听的时间 也不要浪费警力 警方 大马皇家警察 应该做的工作 是严打罪案 保护社会治安 不是去打压人权 不是去 进行 这个 偏差的执法 他们不应该 成为执政者 棋子 沦为打压人权的工具 皇家警察要赢得人民的尊敬 就应该大公无私 公平的执法 这才能够数字 真正法治社会和法律的尊敬 所以他获得控装是罚款的吗 现在他目前被所谓2021年 反犯传染病危险疾病条例 不是法令 是条例 下被第七条被控 那么在第18条下 他可以被判罚款5万令吉 或者是坐牢6个月 我们觉得这是交往过程 事情是在2021年发生 过了一年以后 现在已经是早已经进入了 与并无共存的时代 政府也早已经放松了 所有的防疫措施 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提供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政治目的 可是法律不应该成为 政治的工具 法律是作为伸张正义 维护安定的重要工具 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 也必须重新的重生 然后那个啤酒节呢 比如说它应该是继续 啤酒节就是跟日本那个 日本蒙武节的意义差不多一样 日本蒙武节在马来西亚 已经办了46年 啤酒节源自德国慕尼黑 也已经办了数十年 过去一路来都相安无事 直到现在这国盟和国阵的 这一个极端政府 才来谈说要禁止啤酒节 很简单的道理 啤酒节是指限非回教徒 非回教徒并没有任何的条例 禁止他们喝酒 而且只要不醉酒 只要是不醉酒的话 你不喜欢喝 你不要参与 那就好了 而且他又不是在 回教徒聚集的地方主办 是在一个closed door 就是一个私人场所主办 就像我在我家里喝酒 你不喜欢喝 你不要来我家咯 就是这么简单 他又不是在说 公开邀请回教徒来 所以呢 这一个Eatrice Ahmad 基本上他要学习 他不只是一个回教徒的部长 他必须学习如何成为 马来西亚人的部长 但是我们对他们 他们不报任何的饥荒 因为这些都是后门部长 不是前门部长 可以 好